就是真的是有扭傷啦 為什麼支持這間的原因 因為他們用 有沒有覺得我每天都穿一樣的啊 早安 今天呢就是一個昨天晚上忘記充電手機 所以現在手機呢 大概只剩下20%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在放肆的錄影 可是呢我現在就是準備要 化妝 然後給我最後一天的棉架 化好妝啦 準備出門 腰太痛沒辦法穿襪子 耶!今天是VLOG最後一天 終於 有沒有覺得我每天都穿一樣的啊 因為我忘記帶衣服出門了 現在呢就要是去吃 平鎮 最好吃 最好吃的火鍋 如果你不知道就不要說你是平鎮人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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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不能不跟你們說 這間有多好吃 最有名的就是海鮮非常非常非常的新鮮 我吃過別間的我都覺得沒有那麼好吃 哇~~~ 這種感覺 還有一個為什麼支持這間的原因 因為他們用 三十 要來吃這種好吃的店呢 就是一定要避開尖峰時期 例如中午不要來吃 兩三點再吃 綠豆湯超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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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吃飽要散步天氣突然變超冷 應該有比昨天低個7度吧 太冷所以 他跟我交換外套 先生先生 你的外套怎麼這麼短 去哪裡買的啊 超可愛的 人生中買過最貴的瓜瓜 在此呢 在此呢就是要提醒大家 絕對不要隨便背男友 哈哈哈哈 因為我現在呢就是必須要臥床休息 我的腰真的太痛 就是真的是有扭傷啦 我跟你說我每次運動受傷 就譬如說我之前瑜伽拉傷大腿內側啊 或是什麼的 或是屁股拉傷什麼之類的 都是因為過於逞翹 OK 所以呢 不要隨便背男友喔 媽媽開工前回來一起吃晚餐 哇 只能說我就是一個活該的人 我現在就是貼了貼布擦了藥 還吃了止痛藥 然後幾乎不太能做 就是 只能就是這樣子壓著枕頭躺著 或是側躺 這個初五真的是很sad 好啦 明天大家就要開工了 我現在就是幾乎有點沒辦法剪片 到晚上還是會努力趕出來的喔 謝謝大家支持一路過年Vlog 謝謝大家支持一路Vlog到過年 耶